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三人将你对中国篮篮名单有新变化 韩德中文的杜峰特顺两新人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篮篮国家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再过几天 中国篮篮将会正式出发 前往日本参加四日赛 很多球迷啊,也是非常期待 传新的中国篮篮啊,再次骑航 很多球迷期待啊 中国篮篮的队员能够在 四日赛上面拥有好的表现 特别是啊,面对强大的日本队 中国队啊,不能有丝毫的 调以轻信 那么呢,现在啊,中国篮篮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选页 那就是关于球队的阵容调整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篮篮 大名单有16名球篮 根据啊,媒体爆料 新疆队的麒麟 因为伤病的软硬啊,举动的选择退去 那就意味着啊,还剩下 15人的大名单,很有可能 会命令者进一步的淘汰 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啊,杜峰指导 将会把这15名队员啊 全部带去日本 然后在比赛过程中啊 根据伤病的情况 再加上啊,球队的状态 来进行调整 也有可能 如果说要进一步的调整的话呢 其实根据近期啊 中国篮篮曝光出来的一些 训练照片啊 很多球迷也可以看出一些单理 中国篮篮名单啊 趋性的新的变化 那么首先,在内心方面啊 本次中国篮呢 有四名五号位球篮呢 进入名单 分别是神志杰 王哲宁 周启 韩德军 而从媒体曝光的训练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 神志杰犹如颈部的伤势 并未登场训练 甚至您训练服都没有穿 直接坐在场边 如果说要进行伤病警软的话 那么神志杰啊 很有可能会遗憾退去 那么另外啊 上海队的王哲宁 犹如膝盖伤势的影响啊 也没有登场训练 他和神志杰一同坐在场边 观看队友的训练 考虑到伤病的影响 神志杰和王哲宁呢 很有可能会选择主动退去 那么内心方面 就只剩下两个全镇的五号位球篮 周启和韩德军 那就意味着了 韩德军这次很有可能会 批刮上阵 当然了 很多球迷也期待 韩德军能够在国际大赛上面 大展身手 这也是球迷们 希望看到的结果 韩德军拥有身高和体重的优势 而且在南下的威慑力十足 应该能够给中国男男 带来很大的帮助 大家也期待着 周启和韩德军的内心组合 那么呢 说到本次中国男男 再次趋争了 很多球迷也发现了球队的一些改变 本次教练组拥有三位非常优秀的举教练 教练 分别是杜峰值的 郭世强值的 和刘尔维值的 那么呢 可以看出国家队真是用心良苦 其实啊 由于本次集训 时间但任务重 因此啊 杜峰值的 安排三个教练的 分别带领一支队伍 实际上也是三套战术体系 首先啊 杜峰值的 在场上面啊 特训两位新人 当然了 他们曾经也日行过国家队 但是啊 犹如种种软鹰啊 缺席了多次国家队的比赛 他们分别是 后卫性上的赵瑞 以及啊 风性上的阿布朗沙拉木 众所周知啊 赵瑞因为一些软鹰啊 几次缺席了国家队的比赛 那么现在啊 赵瑞重返国家队 很多球迷啊 也把赵瑞称为国家队的 又一个新人 当然了 这也有一些 这个玩笑话在里面 那么赵瑞啊 是杜峰值的 非常重视和信任的 外形核心 赵瑞的回归 也给中国男人啊 增添了很大的把握 赵瑞拥有非常犀烈的突破能力 而且防守能力啊 也非常的强悍 因此啊 很多球迷期待着 赵瑞重返国家队之后啊 能够用优秀的表现 来回报杜峰指导的信任 回报球迷的支持 另外啊 风性上的阿布朗沙拉木 上入归来之后啊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 崭新出了超强的得分能力 目前场军得分 名列传联盟的第一名 那么呢 阿布朗沙拉木 也是杜峰值的 非常信任的 风性汉将 在比赛过程中啊 杜峰值的还前往 新疆队啊 考察阿布朗沙拉木 可以看出啊 阿布朗沙拉木 就是目前 中国男男 风性上面的核心人物 那么希望啊 在周鹏 阿布朗沙拉木 张正宁 等人的带领之下 中国男男 在风性上面呢 能够迎来好的表现 那么另外啊 郭世强知道 也是在特训 郭爱伦 张正宁 赵纪伟 赵纪伟等球呢 然后刘维维呢 主要负责 特训 吴琴 胡金秋 施敏辉等球呢 可以看出啊 国家队的集训呢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那么本次 中国男男 再次去争 球迷们也充满期待 最后啊 我们也日祝 中国男男 本次国际大赛 能够大获传胜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